政府规定糖食食市改善换气设施期限今天届满 全港最少2成7的糖食饭食 糖食餐饮处所经完成改善 有食市就担心未能够赶得及做改善会被检控 政府就说会先献余 糖食餐饮处所最迟今日需要向卫生署登记 要达到每小时至少6次换气量 食市可以做工程或者购买合规界的空气净化设备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食环署估计 大约18000间餐饮处所受到影响 迟至星期三已经有大约4900间 按规定登记申报完成改善 另外有超过2100间申请延迟 新规定之下业界要有指定注册成件商 发出完成改善的证明书 多名议员批评成件商只有大约200间 有人坐地起家 我听到业界也有说被人抢钱 签证去到四、五千元 现在还要趁火打劫那些人 你千万不要让我知道你是哪几个 我追着你来咬 如果纯粹签证书 大概是一千到两千元 当然个别的承办商 就是他的商业行为 我们未必可以控制到 当局话稍后会研究方法协助业界适应 机械供应的问题 时间表的问题 支出 我想有些数字和个案 我们可能要组织一下 看看有没有办法 再帮一帮业界处理他们面对的问题 至于未能够趕得切 在限期之前做好改善的食肆 会不会被检控 当局话会先劝语 强调新规定并非要惩罚业界 无线电视记者李玉昆布导